你 干什么 小心让您看见 看见怎么了 我亲的是自己的夫人 她什么 你别忘了 我现在的身份 可是你府里的丫头 丫头 被主子调戏不是很正常的事吗 我不在的时候你都这么干的 我只调戏 跟你长得一样的丫头 七香 幸好来的人是我 换做是旁人 见你二人如此腻挽 一定会对付近期的 你看看啊 都怪你 别骂了吧 七香 这府里的人上上下下我都换了个遍 你就不要草木皆兵了吗 十三爷 我知道你和福晋间谍情深 可是福晋假死一事事关重大 若是走落半点丰盛 莫说十三府 就连四爷府都要受牵连的 这可是弃军的大罪 这可是弃军的大罪 他们这是搞什么呢 还怕被我说 福晋也回来好些日子了 两人天天在一起也不腻 都不怕被人看见 哟 七香姐 你这是关心还是妒忌啊 你胡说什么 七香姐 如果你觉得闷 我可以陪你玩啊 真 七香姐 我就是跟你开个玩笑 你不用这么狠吧 你再没大没小 我就把你扔到池塘里 想不到七香这么好身手 女子太凶 可没有婆家喜欢的 那是她自己不愿意嫁 除非 除非什么 除非她自己愿意 困在这院子里 你没有丝毫愿意 还能笑得这么开怀 我能跟你在一起 我就已经很满足了 可我心中有愧 殷祥 过两天是正月十五 我带你出去 逛庙会 赏花灯 出去 你疯了吧 外面那么多人 被认出来可就麻烦了 山人自有妙计 面具 面具 不要偷偷面具 来来送面具了啊 正月十五 免费送面具 免费的面具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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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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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给你一个 来 给你一个 来 来 给你一个 走 咱们看看去 不要闲 不要闲 来 来 来 给我一个 来 免费的面具 来 给你一个 怎么样 今儿个十五 我让帅儿给每个人 都戴上面具 这样就算是亲爹亲娘 也认不出来了吧 没想到你还挺有办法的嘛 我说好要带你出来吧 说到做到 走吧 来 急什么呀 还没带你 来 怎么样 你真丑 你现在跟我一样啊 笨蛋 走 我们去下面 走了 张经典啊 好热闹啊 你看 看那边 我们去那边看看 走走走 这边 去那边 再给我 你去带上 好 来来来 看一个 好 来 好吃 慢慢吃 爷 你为何这样一直盯着我看啊 是有什么事吗 我 我在想 你打扮得如此美艳动人 就这么打道回府 实在是有点可惜啊 那也想去哪儿呢 正月十五 自然是逛庙绘 赏花灯了 不然 岂不是浪费了你这身打扮 我穿成这样 穿行闹市的话 似有不便吧 你为了我 可以连命都不要 还怕这点小失吗 既然爷今日这么有兴致 明慧定当奉陪 天草子 天草子 猫子 肉口的猫子 猫子 猫子 纳洞 云大 爬 看到 肖子 咖啥子 这好 狠糞 这样子 这个 这 是谁呀 是十四王爷和福晋 前前我在庙里上香 五星见到过 怪不得就当华归大气 十四王爷陪着福晋过庙会 十四夫妻好福气啊 可不是吗 好漂亮啊 不是吧 走吧 花布 好美的福气啊 怎么了 没事 没事就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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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上柳梢头 人约黄昏后 买个情人节 结大到白头 来 看一下客官 来 看看有没有喜欢的 爷 听说在十五庙会这一天 情人若继上这情人节 便能长长久久 相守到白头 是吗 相守到白头 是福建的心愿 也是我的心愿 那就这个吧 老板 爷 好嘞 谢谢 多谢爷 走吧 不 来 来 来 对了 既然已经买的这情人节 就如福建所言 将其挂在树枝的最顶端 这样 就可以如愿以偿了 那 岂不是还要再走回到庙门口啊 当然了 你不愿意吗 怎么会 明晖求知不得 我们走吧 听说这情人节挂得越高 许下的愿就越灵验 夫妻相守就会更长久 我想把这情人节挂到最高的地方 你觉得怎么样 挂到哪里 还不是爷爷一句话的事 你不过是想要捉弄我罢了 又何必这样拐弯抹角度 你真厉害啊 退会儿 退会儿 好了 咱们也走 那边 包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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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爷 如此好的兆头 赶紧许个愿吧 要许下的愿望 也不过就是你我二人 白头相守 爷 我们这到底是要去哪儿啊 我们去庙会逛逛吧 你怎么了 真是难为你了 竟然撑到了现在 我既然都已经撑到现在了 这以后的路 我也可以一直撑下去 我来背你吧 你今天与我兜兜转转一路 不就是想在所有人面前 摆出福晋的架子吗 我现在给你了 怎么了 不敢受了 我既然当得了这个十四福晋 就受得住这福晋的礼遇 其实 你大可只许我一个福晋的名分 可是你新婚之夜 为何会出现啊 既然我已经娶了你 你就是我的妻子 不是吗 不是吗 一翔 你看那盏总马灯 是不是特别像你当初送我的那个 哪里像 我们上次得到的那个 可是独一无二的 这个哪比得上 哪有什么想要呢 那我账给你 老板 看着啊 老板 你大可只许我一个福晋的名分 可是你新婚之夜 为何会出现啊 既然我已经娶了你 你就是我的妻子 不是吗 烟织 上好的烟织 花布 这个不算 慢点啊 十三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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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啊 恒丽 你是随你阿玛来逛妙会的吗 进入侯丽 是跟着额娘一头出门的 那你额娘呢 怎么让你四处乱跑呢 额娘在一旁进行 我就先跟嬷嬷出来玩了 跟十三爷请安 明礼 好 好了 红利 十三叔还有事 就先不陪你了 你先和嬷嬷出去玩 好吗 好 红利告辞 走吧 放心吧 没事的 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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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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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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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走走走 快这边找我 什么事啊 前面这是出什么事情了吗 没事吧 小慧 没事吧 小慧 你没事吧 没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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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唉呀 你带杯子先走 好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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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真是怎么心 神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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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极光永照 必有过涅槃 那个人 是明威 你当初不是看着他被火葬的吗 是 菩萨保佑 菩萨保佑啊 一定要保佑我们福尽平安无事 但人那么好 可千万不能出事啊 吵什么 吵得我心烦 大夫 怎么样 十三夜放心 这位姑娘并无大碍 只是不巧砸到了她的额角处 一时昏迷了过去 老夫已经为她上了药 止住了血 但这昏迅一时可能醒不过来 让姑娘多休息便好 多谢大夫 双儿 随大夫去抓药 是 大夫 这边请 都怪我带你出门 害你遭了这罪 都是我不好 是 Hal 十三爷 陈太医求见 陈太医 一定是四哥让他来的 那我打怕他离开就是了 不用 我出去见他 帮我照顾何父亲 来 微臣参见十三爷 臣太医此番前来 定是受四哥所托吧 四爷知道 十三爷府中的婢女 为救小贝勒爷儿受了伤 特意派微臣前来 为其医治 那劳教太医回去禀告四哥 一个婢女 不必劳烦他费心 四哥的好意 我心领了 十三爷 这 我自己的人 自己会找看 爷 臣太医回来了 这么快 十三弟 没有让臣太医进去 他说 他府上的人 自己会照顾 可是爷 十三弟 平日里不这样啊 你说 这救弘历的丫头 到底是何来路 竟然让十三弟 都不领您的情 无论是谁 既然是他府上的人 他自然会照顾 咱们只要尽了心 就够了 爷 不如带我亲自去一趟 去看看 不许多事 爷 回去休息 不过是伤了个婢女 却让爷如此紧张 不许多事 就这么乱了 有些人 这么乱我 你不许多事 说不许多事 不许多事 你不许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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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姑娘 不知道 她伤势恢复得如何了 四哥不必客气 昨天的事都是意外 且当是报答四哥先前的恩情 四哥若是没有其他吩咐 臣弟就先告辞了 你要修弃太庙 禀皇阿玛 是 儿臣以为 太庙年久失修 加上近日来连连大雨 雷电交加 使得太庙严重受损 太庙存放着我大清列祖圣君的牌位 是照耀我大清国运的地方 不能有任何的闪失 所以儿臣请旨 重修太庙 太庙乃是祖宗的基业 也早该好好修一修了 回皇阿玛 儿臣认为 这太庙可修 但由太子来修 则更假 太子乃是当朝储君 由他来兼礼修弃太庙 理所应当 而且此举 不仅可以带皇阿玛向先祖承情 更可以向世人展示 我当朝太子 凡事亲力亲为的决心 嗯 由太子监理 不错 太子 你也该替朕好好的 静静孝道了 这也是顺承天意和民心的好事 那此事就交由你办吧 让户部全力配合你 朕相信 你定会将此事做好 儿臣 禀止 不宝贝 微臣定当全力携作 不知